比吃黄瓜还要低糖的食物 既营养 饱腐感还强 又健康 那么控糖人群可以放心吃 你肯定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来 我告诉你 第一个 冬瓜 这个冬瓜呀 它属于高新微食物 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 做法呢 你可以煲汤 对不对 大点块 第二个呢 萝卜 随会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这个萝卜不仅是低糖 还真是有营养啊 你可以什么呢 生吃 熟吃 比如说冬个牛肉了 还就适合东西来吃 第三个 记住了 特别好 莴笋 莴笋的热量很低很低 也是低糖的 口感清脆 你炒啊 凉拌丝啊 都可以 第四个 说实话 这个更奇怪 芹菜 这个芹菜呀 对控糖影响特别小的一个蔬菜 另外呀 还有身上丰富的钾呀 铁呀 叶酸呢 所以这个多吃点 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第五 这冬天里的蔬菜 菠菜 大力水手爱吃菠菜 这个菠菜的糖含量 每百克只有0.4 对啊 另外富含铁啊 威士忽啊 葫芦素等等 它也属于非常低糖的食物 值得咱们每周至少吃三次以上的食物 哎 关注我 每日分享一个控糖的小知识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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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